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老祖宗的这句话主要是提醒我们要多做善事 别做不善之事才能拥有好的福报 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往往跟家里的顶梁柱的作为密切相关 换一句俗话也说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一个家庭如果经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家庭福气就会慢慢溜走 接下来就是家道慢慢衰弱 家运也会慢慢的衰败下去了 特别是一个家庭如果突然冒出了这几件喜事 我们就要警惕了 及时整改才能避免我们陷入家道中落的境地中去啊 那么这几件会让我们家运衰败的喜事究竟是指什么呢 第一件喜事 一夜暴富 老祖宗说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夜草不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 是难以真正富裕起来的 而马如果夜里不吃草 是不可能肥壮起来的 老祖宗的这句话 其实是告诫我们要多想办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 夺渠道地赚钱 慢慢地累积我们的财富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 慢慢地变得富足起来 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兴旺发达 但是有的人却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认为人无横财不富 就要去建走偏门 去寻找歪门邪道 来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 这样的人 往往会通过一些灰色产业 甚至是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情 来获得自己一夜暴富的机会 而这些胆肥之人 也是很有可能会一夜暴富的 毕竟 违法犯罪的事情 具有极高风险 但有时候也充满了暴力 而这些获得一夜暴富的人 看起来是喜事迎门 其实却是祸端的开始 也许在不久之后 法律的惩处在等着他们呢 所以 福祸无门 为人自兆 不走正道的一夜暴富 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喜事 而是一种不祥之兆 我们一定要警惕 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 第二件喜事 狐朋满座 老祖宗说 千金易得 知己难求 是啊 人生路上 我们是需要很多朋友 来和我们互帮互助 一起度过人生的许多风风雨雨的 真正的知己 可以是薄牙摔情 谢知音的痛处 也可以是五花马 千金球 呼而降出 换美酒 于耳通宵 万古愁的豪迈 而我们拥有了一个真正的知己 那么 在我们犯错之前 这些知己能够给我们提醒 在我们犯错之时 这些知己能够给我们棒喝 在我们犯错之后 这些知己会伸手拉我们一把 不会让我们越陷越深 因此 在人生路上 我们拥有真正的知己 是一种福气 也是一件大喜事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客人 这些客人 每天你来我往的 除了请我们吃喝玩乐 甚至还常常给我们送礼物 那么 我们就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相反 这样的喜事 往往暗藏祸端 俗话说 千里逢迎 高棚满座 如果我们家庭 突然也来了很多客人 但是这些客人 却张脑鼠目 只知道吃喝玩乐 口出狂言 那么这样的客人 绝不是高棚 而是不折不扣的胡棚 一个家庭 如果突然来了这些胡棚 那绝对不是什么喜事 这些人势必会给我们的家庭 带来不安分的东西 这也说明 我们家里的某个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发生了变质 开始贪腐了 长期以往 我们家庭的经济 甚至我们家庭中的某个人 都会被牵连 最后家庭麻烦不断 有的甚至会灾祸连连 那么我们家庭的家运 必然会慢慢衰败下去 我们一定要避免 发生这样的喜事发生了 第三件喜事 平患交期 老祖宗说 四字头上一把刀 石榴裙下命难逃 这句话什么意思 想必大家都一清二楚的 一个人 在人生路上 总是会遇到自己心仪的 爱情的 当我们拥有了心仪的恋人之后 一起携手走进婚姻 共度人生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然后相濡以沫 白头到老 是啊 人生路上 几十年的光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在有生之年 我们和自己的爱人 一定要好好地携手相伴到老 才是最为幸福 最为长久的福报啊 但是如果一个有了家事的人 却桃花运连连 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一件大喜事 一个喜欢风飞蝶舞 喜欢柳色轻轻的好色之人 是难以对自己的伴侣忠诚的 也许在自己无所顾忌过着家外有家的生活时 自己的货端也在蠢蠢欲动了 一个家庭 要想拥有稳定的家业 兴旺发达的福报 家庭的稳定很重要 一个家庭 如果有了很好的家业基础 但是家庭的主要人物 特别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主人 平患娇妻 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 一来 平患娇妻 自己的原配和子女必然就会被冷落 二来 平患娇妻 自己必然就会在经济和经历方面投入过多 这样一来 这个家庭的家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的家庭家业甚至会就此崩溃 而这个家庭的家运衰败 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所以 福祸无门 为人自兆 好色的人 面对桃花运连连的喜事 一定要警惕 千万不要成为那个石榴群下命难逃的人哦 第四件喜事 投资找上门 关于投资 老百姓常常说 财运都是自己找的 而不是找上门来的 这句话 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家庭 如果有着不错的经济实力 那么这样的家庭 一定要懂得守住自己的家业 这时候 如果有人找上门来 用一些所谓的投资 发大财的喜事来诱惑我们投资 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 因为这样的投资 往往只是一张空投支票 找上门来的人 如果自己有了发财机会 又怎么会轻易让我们加入呢 而让我们加入的原因 无非就是把我们的投资 当作他们可能发财的资本而已 一旦我们投资了 即使有所收益 那也只是微薄的 而一旦投资失败 我们必将会一无所有 一旦我们因为被这个所谓的投资 拉进陷阱里面 那么我们的家运 必然会衰败下去 我们一定要警惕呀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 一个家庭突然冒出这几件喜事 家运会慢慢衰败 我们一定要警惕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